有孕过了三个月 太相变稳了 毕竟你年轻 有孕哪 看起来跟没事似的 太医院沉稳产期在七月 夏日里坐月子 要当心的事的确是多些 臣妾投赐玉玺 什么都不懂 还得请皇后娘娘 和于妃姐姐多指教 春日里京城风沙大 仔细别着了风 这个时候 受粮吃药 怕是对孩子不好 是啊 皇后娘娘说得是 只是不知道 臣妾怀的是个阿哥 还是公主 阿哥和公主都不要紧 八陵部全族 为整格尔战事出力 皇上又这样疼你 本宫和于妃都替你高兴啊 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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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着 小心让人碰着了 皇后娘娘万安 佳贵妃 佳贵妃 佳贵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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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这怀着身孕 身子也见重了 就别到处瞎溜达了 这肚子里也不知道 怀着的是个什么东西 若是磕着碰着了 可不是空换洗衣场 佳贵妃 佳贵妃得空 还是都管教一下自己的儿子吧 免得让皇上心烦 别以为皇上眼下 与准格尔作战 重有你们八陵部 我们御氏一族 依附大清已久 可比你们八陵部忠心多了 如此忠心 皇上还不待见你个四阿哥 可见不是御氏的过错 而是你们母子的措施啊 来 牵着 佳贵妃 你不是身子不适吗 该留在启祥宫 何必出来让人不安宁呢 知道皇后娘娘的五公主宝贝 被狗叫唤几声 就吓得心症发作 只是这样的孩子生来何用呢 只会白让爹娘操心罢了 贤婢 你敢打本宫 满嘴诅咒 奴婢就替皇上和皇后娘娘 教训佳贵妃 佳贵妃 你可好好教导自己的孩子 也就罢了 连只牲畜也教导不好 在这里满口胡言乱语 咱们现在就去见皇上 看皇上若是知道了 你诅咒五公主 会怎么整治你 你少拿皇上压我 家贵妃定是恨透了这帮人吧 恨有什么用 家贵妃母子尸宠 还能做什么 尸宠的人最容易发疯 还养这么只疯狗 更不知会做出什么事 雍琪夺了雍城的宠爱 我就眼睁睁地看着 你们母子都得以多久 这一巴掌我记着了 记住了打才能记住教训 没事吧 颖嫔 你怀着身孕 不必跟家贵妃计较 早点回去休息 臣妾知道了 真是虎落平阳被犬妻啊 皇后仗是欺人 那个颖嫔仗有身孕 也敢跟本宫张狂 那个颖嫔 有云有什么了不起啊 整个宫里 就您生的皇子 才是最多的 气死我了 可是永成 永成气内 永玄又待一起 谁还没个高低起落呢 等事情缓一缓 皇上又喜欢四阿哥了 我不喝 不 您皇子最多 不必担心 是 本宫不怕 本宫不怕 永成不行还有永玄 再不然还有永兴呢 本宫有什么可怕的 等本宫卖过这道坎儿 缓过稷儿 瞧本宫怎么收拾应聘 我